传说在韩国有一家面馆的厨房 是阎王都不敢踏入的境地 只因这里有一个神秘大厨 他曾是当地最狠的黑道大哥 江湖人称一拳超人的神马东西 一年前的深夜 单挑数十人黑帮的马哥 浑身是伤地走进一家面馆歇脚 听到异响的他 意外发现了正在荡秋千的老板 一刀过去把他放了下来 原来老板的妻子早已过世 唯一的女儿几天前也撒手人寰 绝望之际 这才打算立地成佛 马哥内心深有感触 自己整日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 还不如借此机会 放下屠刀隐居于此 就这样 马哥留在餐馆 蓄起头发当了一名厨子 每天不是窝在厨房炒酱料 就是跟着女团跳辣舞 本以为能这样平静地安享晚年 但天有不测风云 地有导演使坏 一个闯入他生活的小虎 改变了马哥的人生轨迹 作为刚辍学的一名叛逆少年 18岁的小虎整天无所事事 和好机友上币一起 到处惹势生非 这个是什么 BENCH CITY RECIA 这个是什么 虽然车子是拼多多买的 但气势绝对不能输 二人骂骂咧咧的就猛催油门 追上去要对方赔钱 或许是因为一头的黄毛过于显眼 明明是受害者的小虎 被赶来的警察喊话蓝体 警局里虎妈怒气冲冲前来提人 小虎不知悔改 还敢出眼顶撞 结果 看样子是亲妈无疑了 正值青春期的小虎 自尊心严重受挫 决定要彻底逃离妈妈的掌控 随便哪里都行 用仅有的一万块钱 买了最近的一个车次 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一出车站就遇到了 藏爱家族的红少 毫无疑问 主打一个脆皮少年的小虎 全身上下就嘴最硬 拿着仅剩的一点钱 吃了一碗炸酱面 悦然无数的老板 一眼看出小虎是离家出走 这时一个外卖员 踪踪走进后厨 老板对此以司工见惯 这已经是被踹出来的 第99个外卖员了 身无分文的小虎 得知在这里送外卖可以包食宿 于是决定应聘外卖员 小虎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 也对厨房里那个颠勺的胖子 愈发好奇 既然也算是一名新员工了 小虎决定过去混个脸熟 小虎决定过去混音 你好 多少 直到天黑 小虎都还处于昏迷中 被马哥扛着进了员工宿舍 当他醒来时 令睛一看 马哥竟然是睁着眼睛睡觉的 吓得不轻的小虎 最终选择坐着睡了一夜 和他们俩同住一间屋子的 是店里的另一名外卖员九万 似乎是忘了昨天的可怕经历 当马哥吐槽他的黄毛造型时 小虎又开始口不择言 本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 谁知马哥的关注点 却是电视上的女团舞 果然 一拳超人 虽迟但道 小虎则再一次陷入昏迷之中 等半夜被尿憋醒 又和马哥来了个惊悚对视 第二天 小虎算是正式上岗送餐了 接的第一单便是位于山顶的公园里 宋道才发现 竟然是那个打了自己就跑的红绍 小虎已经记不清 这是自己第几次挨打了 直到感受到柔软的触感 小虎这次才意识到 红绍竟然是个女孩子 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 当小虎醒来已是深夜 好在红绍留下了晚和钱 否则又得挨马哥一顿 第一天上班就被客人打 把马哥都给整乐了 郁闷的小虎化悲痛为食欲 又惹来马哥一顿嘲笑 小虎在这边受尽磨难的同时 好兄弟上币阴差阳错 加入一家药账公司 每天除了发发小卡片 就是跟着师傅去药账 很短的时间内就挣了不少钱 虎妈自从小虎离家出走之后 每天忧心忡忡 不停地给小虎发短信 让其赶紧回来 但小虎对短信置若罔文 坚信自己一定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闯出一片天 生活还要继续 虎妈为了多挣些钱 给小虎更好的生活 修复母子间的隔阂 在熟人的推荐下 借高利贷开了一家街边的小吃店 但她不知道的是 这块地皮属于违章建筑 一天晚上 红绍回到出租屋 发现两个室友都带了男朋友回来 还满口乌言慧语 对她一番调戏 暴脾气的红绍 虽然还有几分战力 但对方毕竟是两个大老爷们 很快就不得不落荒而逃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小虎叼着滑子 却天台吹风 九万虽然现在还只是一个外卖员 但他也有一颗当厨子的心 没事就会来天台上练习颠勺 正聊着天 看到红绍慌慌慌忙跑过来 跑过去就要报仇 正好看到 他被两个男人打包带走 马哥怂得一批 九万却是个热心市民 虽然攻击值为零 但分贝够高就行 街边的左邻右舍纷纷探出了头 两个男人只能匆匆撤离 红绍一看 就是个有故事的人 在店里简单修整后 就穿着小虎的鞋子 离开了这里 因为马哥的袖手旁观 让小虎一直耿耿于怀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虎的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 每个人都在努力地 为生活而忙碌着 和很多外卖员一样 小虎也没少被人欺负 虎妈一直心系儿子 却总是迈不出关心的第一步 小虎也不是不想念妈妈 只是因为少年的那一份执拗 让她开不了口 今天是结算薪水的好日子 所有人 尤其是马哥 亚裔与小虎竟然坚持下来了 酒过三巡 眼看小虎又开始口出狂言 小虎一联合 可不微疯了 或计算后 雇你 呼吸 不舔意 这天是休息日 小虎去见了上币 上币劝他不要再和妈妈冷战了 提议他可以回来跟着自己一起干 提成远比外卖员挣的要多得多 被小虎拒绝 还却上币找一份正经工作 要账并非长久之计 正所谓虎妈无犬子 这对母子虽然一个月没见 但都是刚烈脾气 谁都不愿主动低头 将自己的工资留下后 小虎静止离开了店里 回到炸酱面店才发现 红少也成了店里的一份子 善良的老板 还让无父无母的红少 住进了自己去世女儿的房间 为了欢迎他这个新成员 众人在KTV举办了迎新会 散场后 小虎刚和马哥出来 就遇到了之前 开车追红少的男人大狗 小虎不依不饶非要找对方理论 结果吃了瘪 大马叔就不一样了 有仇必须当场报 很快 众人就因为这一时之快 惹来了麻烦 二狗因为大狗被他们狠狠修理 带人来寻仇了 混乱中 老板女儿的骨灰坛被打碎 这下马叔再也不忍了 这下所有人都领教了 一拳超人的超强战力 接到报警的警察及时登场 将所有人带了回去 这才知道 大狗二狗是网上通缉的鸡头 而马哥则是隐退江湖的黑社会大哥 为表敬意 警察还亲自开车送几人回面馆 三天后 马哥所在的社团来了一帮人 来请他出山 原来之前的黑道 由马帮 东门 西宗 三足鼎立 自从马帮之主马哥 隐退之后 由副手小马操持大局 近日东门西宗正在秘密联合 准备吞并马帮 小马这才来找马哥出山主持大局 大马叔不想再回到以前打打杀杀的日子了 思考再三后 马哥决定重出江湖 带着小伙伴们的牵挂和担心 开车离开了面殿 改头换面的马哥 孤身一人来到东门西宗的大本营 警告他们最好安分守己 不要越界 虾条就当作见面礼了 既然如此 就羞怪马哥开启狂暴模式了 凭借一己之力 马哥成功降服了两大黑帮 小马这才姗姗来迟 将他接走 但马哥并没有回帮派 而是找了家店铺 自己亲自上勺 做了一碗炸酱面 解决了帮派危机 马哥决定 彻底退出江湖 而另一边 虎妈遭到了上臂上司的恶意催修 还要将小虎给妈妈的工资 一并拿走 双方顿时陷入混战 但他们哪里是一群专业混混的对手 上臂也终于明白这一行的残酷 懦弱的他 第一次为了朋友勇敢起来 此行此景 让虎妈体内的排球职业运动员的DNA 也冻了起来 最后虎妈的小吃店终究还是被拆了 但他并不觉得可惜 因为这件事 莫子俩之间再也没有了隔阂 也明白了自己对彼此的重要性 和好如初 上臂的师父 气恶从善 开了一家炸鸡店 彻底隐退江湖的马哥 也开始培养 也开始培养颠勺接班人 红少也染回了黑发 成了一副乖乖女模样 最后的最后 所有人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这个女人只是在直播时说错了一句话 不知何时 话筒里被人放了炸弹 如此巧妙的设计 竟然是出自一个农民工之手 他制作了两百多枚炸弹 搞得全国地动山摇 政府对他恨之入骨 普通老百姓去把他当作英雄 这一切还要从几小时前说起 一家不知名电台 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对面不停地抱怨政府 上英华不耐烦地想挂断电话 却发现电话根本就无法挂断 条鲁归也不再客气 英华听后一脸不屑 谁知话音刚落 窗外就传来几声闷响 看着还未散去的滚滚浓烟 英华惊出一身冷汗 马上拿起电话报警 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原来他想做一期独家新闻 帮助自己重回事业巅峰 英华曾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几个星期前 刚被领导发配到了电台 英华马上打电话给电视台的领导 告诉他自己有爆炸的一手资源 而且凶手还会打来电话 领导果断同意 很快台长就带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不过三分钟工作人员就调试好了设备 电台瞬间变成了电视台 就在即将开播的时候 朴鲁龟再次打来电话 为了让新闻更劲爆 英华建议朴鲁龟也参与直播 朴鲁龟似乎正有此意 朴鲁龟知道收视率的狂飘 必定会给电视台带来丰厚的收益 英华知道电视台有多小气 想拿到这笔钱简直是痴人说梦 就在英华还在和他周旋的时候 朴鲁龟突然说到 原来是台长付的款 看来他为了这波流量也是拼了 直播正式开始 姚鲁龟两年前参加了大乔的翻新工作 他的三名工友不幸掉入江中 当时的救援队正在参加反恐演习 耽误了最佳的救援时间 三名工友也因此丧命 刚才所要的出场费 正是死者家属应得的赔偿金 朴鲁龟的目的并不单纯只是要钱 他只想为自己和工友讨一个公道 朴鲁龟希望总统来到直播间 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向死者家属公开道歉 电视台当然没有这个能力 英华极力想要跳过这个话题 但引起了朴鲁龟的不满 眼看事件升级 台长立马叫停直播 并把镜头转向了一个漂亮的女主持 女主持明显经验不足 让朴鲁龟很不舒服 直接要求连线英华 但女主持却不为所动 朴鲁龟很生气 于是出现了片头的一幕 台长不得不再次启用英华 英华在电话里将朴鲁龟大骂一顿 对方不仅没怒还给了他一个善意的忠告 耳朵里突然传来滴滴滴的声音 这就是炸弹爆炸前的信号 朴鲁龟让他不能摘下耳机 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甚至不能离开座椅 朴鲁龟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利用英华的影响力 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 英华这才知道 自己只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 与此同时 大乔发生了二次爆炸 爆炸让大乔变成三段 如果总统再不来 他会继续引爆炸弹 被困的十几人和大乔 都会一起掉进水里 为了自保 英华只能亲自拨通了电话 很快 一个自称精密术的人接了电话 金秘书一直迈着关枪 说话模棱两可 当问到总统会不会来时 金秘书丢下一句无可奉告 就挂断了电话 眼看道歉无望 朴鲁龟的情绪逐渐不稳定 英华赶紧将视频画面 转到桥上转移他的注意力 朴鲁龟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总统公开道歉 他马上就会去自首 此时大桥上出现新的危机 一让汽车挂在桥尾 虽然在众人的帮助下 两个孩子救了出来 但父亲却跟汽车一起葬身大海 英华想勾起朴鲁龟的同情心 但对方好像根本不为所动 关键时刻 直播厅来了一位领导 此人是警察厅厅长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他之所以这么有底气 因为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基本资料 眼看火药味越来越浓 英华赶紧出来打圆场 却被厅长制止 接下来厅长的行为更过分 他直接用朴鲁龟的儿子威胁他 厅长的行为让朴鲁龟忍无可忍 所有工作人员冲了进来 厅长已经当场毙命 英华被吓得连连干蒙 精魂未定中 电话再次响起 这次是台长打来的 他让英华彻底激怒朴鲁龟 让他杀光桥上的人质 电视台的收视率也会随之飙升 到时候自己就会升职为部长 英华也会成为电台一哥 他的直播才会就此结束 英华这才知道什么是上层人士 普通老百姓在他们眼里和猪狗别无二样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报大乔的伤亡情况 除了那名掉入水中死去的父亲 就是刚刚被爆头的厅长 英华立刻明白了朴鲁龟的用意 他是故意在没有车辆的时候引爆炸弹 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那个父亲的死只是意外 而厅长却是他咎由自取 他唯一的诉求就是一句道歉 此时提词器上出现几行大字 总统绝不道歉 也不会跟恐怖分子做任何妥协 英华知道 这两句话足以杀死桥上的人质 所以在直播开始后 他谎称总统正在来直播间的路上 并且答应了向死者家属道歉的请求 此话一出 朴鲁龟的语气缓和了不少 英华这样做也是为了给政府施压 天真的以为总统会为了人质而来 然而时间不等人 大乔因为爆炸失去平衡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英华十分担心女主持人的安危 因为她正是自己的前妻 这也是英华不肯激怒朴鲁龟的原因之一 前妻希望在总统道歉之前 允许直升机先救走妇女和儿童 英华转头看向镜头另一边的朴鲁龟 在英华一再的距离力争下 朴鲁龟终于同意了救援 可就在直升机接触大桥的一瞬间 英华悲痛欲绝 本来打算回去后就和前妻复婚 可没想到 俩人都卷入了这场事件中 英华用颤抖的声音继续着直播 朴鲁龟自己也没想到 人质都已经危在旦夕了 总统居然连一句道歉都不愿意说 此时特警已经锁定了朴鲁龟的位置 这是一栋还未完工的大楼 就在电视台旁边 但他本人其实并没有在大楼里 随后宣布了自己最后一项计划 英华赶紧通知特警停止行动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大楼不偏不倚的倒向电视台 屋内顿时地动山摇 英华也被掉落的灯管砸晕 再次醒来 大楼已经停止了摇晃 此时手机突然响起 是金秘书打来的 英华一脸懵逼 自己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要让自己认罪 金秘书见怪不怪地表示 恐怖袭击已经结束 政府接下来一定会饱受争议 所以必须找一只替罪羊 而英华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毕竟只有他一直和朴鲁龟单线联系 英华几近崩溃 对于他们这种普通人来说 在政客的眼里 真的有时候连猪狗都不如 回过多久 电话再次响起 是朴鲁龟 不过他这次换了号码 经过比对 发现电话是从这栋楼的仓库打来的 他要英华赶快逃跑 因为耳机里根本没有炸药 英华半信半疑地摘下耳机 果然没有爆炸 就在他要离开时 电视里正在播报朴鲁龟的信息 英华懵了 回想起电话里跟自己通话的声音 英华判断对方应该是朴鲁龟的儿子朴朴勒 为了跟他撇清关系 英华回到直播间 重新接入频道 在直播中故意激怒朴朴朴 朴朴朴果然上当 拿着引爆器找了过来 英华就躲在天花板上 他要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抓到朴朴勒 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打斗中大楼再次发生晃动 朴朴勒不慎滑落窗外 原来朴朴勒的父亲 是英华的忠实粉丝 这些话既扎心又让人无奈 英华一边伸出手 一边鼓励他 朴朴勒感受到了英华的真诚 缓缓地伸出了手 可就在快要拉上来的时候 英华死死抓住朴朴勒的手 不愿松开 可下一秒 英华再也坚持不住 松开了手 这还不算完 远处的狙击手又开始向英华开枪 只要两人一死 官方可以编造一百种理由来欺骗大众 此时总统在电视里不断吹嘘政府的能力 英华又看到前妻因抢救无效死在了半路 如今的他万念俱灰 心中也了无牵挂 在特警部队闯入大楼之时 他决定引爆炸弹和大楼一起毁灭 没有投降 没有争辩 在这短短几个小时 经历了一次次被出卖 被忽悠和生离死别之后 他按下了引爆器的按钮 没有好人 没有坏人 没有输赢 没有正义邪恶 有的只是一幕幕政府的高傲和丑恶 人性的卑劣和肮脏 有的只是从恐怖分子到主播这些小人物的抗争 身果欲经的柔弱女人是个大骗子 一周前刚刚和同伙设下圈套诈骗富二代 烛光宝气的母女携手走进美术馆 看到未来丈母娘大驾光临 馆长亲自接待 所以丈母娘今天特意过来 看看女婿是什么样的人 有没有娶自己女儿的资格 馆长基本上属于地主家的傻儿子 没啥心眼 但是好在家大业大 美术馆的文物不少 说是价值连城也不夸张 可惜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完全没看出来 母女二人根本就是两个老骗子 母亲假借参观展品为名 引开这个未来女婿 女儿则留下换装准备行动 片刻功夫 已经穿戴好专业设备 楼顶的同伙设下钢索 女人飞身上楼 从通风口溜进去 此时的馆长刚带着未来丈母娘到内侍大门 说是不能看 手上已经在用解码器记录密码 女人从通风管道降下顺利进入 母亲则把解码器放在木箱上 再谎称自己头晕要出去透气 临走前故意把口香糖黏在魂外监控上 三分钟足够女人偷走宝物 先翻出解码器打开内饰 拿走宝物后再放上个赝品 行云流水一套操作 两分钟时间都不到 真品先交给同伙 剩下了一分钟 则是用来返回顺便换装用的 地主家傻儿子进门 时间刚刚好 母女二人本可以顺利离开 但是因为刚才故意沾有口香糖引起警报 馆长不得不怀疑 这母女二人有其他心思 要求保安对其开包检查 馆长犹犹豫豫 还是让保安开包检查 结果出了快乐水就是零食 馆长欧巴这次赔了夫人又折兵 真正的宝物已经被盗贼团伙悄悄带走 东西已经偷到手 但是近几年是别想出手了 馆长已经报警 只能等风声过后再考虑卖多少钱 团队主谋波派主要负责钓钢索 小哥负责钢索辅助 通常依靠女神耶妮可用美色诱惑 再加上有花婶在旁边辅助 这么专业的团伙 光偷个香炉是不能满足的 下一个大单是偷钻石 而且还要找出足够的合伙人 其中一个就是老朴 据说这个老朴以前是波派的大哥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两人分道扬镳 闹得很不愉快 但这位老朴是个传奇人物 扶完兵役后 就去澳门赌场 用80万韩元赢了80亿 人送外号澳门朴 除了老朴 这次还要联系几个香港的专业人士 组成今天大团伙干一票大的 冰河贼的关系很难用常规认识判断 朴子这次上门 自然是知道波派有猫腻 可翻箱倒柜也没找出丢失的香炉 区区一个打火机 是不能收买条子叔叔的 但送礼的行为足以迷惑双眼 脑子好不好还是次要的 关键是态度 既然波派态度这么好 摆在桌上的半个香炉 也就愣是没看见 还被当成烟灰钢用 在盗贼窝点找了半天 一点线索都没查出来 波派已经等不及要去偷钻石 不然留在这里也会被条子烦死 摆士是团队中颜值仅次于 燕尼可的存在 用他自己的话说 之前偷过的东西比汉江里的石头还多 能被放出来也算老天不开眼 一山不容二虎 一个团队中两个颜值相仿的人 向来不太对付 讲废话没有用 出来混的 谁手上功夫更好 谁就说话算数 与盛气凌人的燕尼可相比 百事见谁都用敬语 一来就把团队气氛打得火热 搞得花神很开心 韩国这边团队人手已经差不多了 香港那边还要再确定一下 华叔正在一家金店享用晚餐 华叔是来抢劫的 但是临危不乱 以金店老板身份 声称自己按错警报 本以为能糊弄过警察 但小警员突然说要用厕所 这一下给店员找到求救机会 警察上完厕所出来端起咖啡酒喝 完全没注意到求救信号 稍微用点心就能立大功的好机会 就这样被错过 华叔的团伙成功弄到一大笔钱 除了三个大老爷们 还有一个英姿飒爽的朱丽 这个朱丽不简单 父亲就是这行的前辈 到他这一辈算是子诚父业 不过他们四个对韩国人向来没有好印象 中韩大道第一次会面搞得相当不愉快 华叔认为韩国人不靠谱 博派就认为中国人喜欢黑吃黑 暗中都骂对方是憨憨 韩国出生中国长大的安德鲁 想欺负对方不懂中文 剑西西靠过去 悄悄骂耶尼可的脸是整的 结果小哥是韩国华侨 能听懂中国话 首次交锋就没占到便宜 双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 老朴终于到场 中韩大道加起来11个人都是行家里手 目标就是名为太阳之类的超级钻石 当年苏富比成交价300亿 后来被一个叫提夫尼的女人偷走 这次他们就是要从提夫尼手上 再把钻石偷走 据说这个提夫尼是红爷的情人 而红爷又是港澳台销赃行业有名的黑道人物 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也没人知道他是哪国人 只知道他手上有个蝴蝶刺青 这次从红爷情人手上抢到钻石 还要以2000万美金价格再卖给红爷 听起来像是个提着脑袋卖命的事 不过在行动之前要确定消息来源 但有上千万美金诱惑 还是值得冒这个险 为了确保行动安全 老朴介绍一个女人给大家认识 这个女人看起来相当富泰 而且老朴特意介绍 女人是提夫尼同父异母的妹妹 贵妇妹妹声称 太阳之类就在提夫尼房间里藏着 那是赌场的豪华套房 房间里一共有两个保险柜 太阳之类可能就在任意一个保险柜里 但是重点在于如何进入房间 由于提夫尼做过心脏手术 所以就把心脏里的电子装置连接上磁力锁 只有他自己能打开房门 听起来这不是个容易的工作 风浪越大 鱼才越贵 越难就越说明太阳之类值钱 但这个团伙却不像想象那般和谐 单单是韩国这边就不够团结 四年前 老朴还是韩国盗窃行业领军人物 波派和百事都是他手下 关键是老朴很喜欢百事 在一次偷黄金的行动中 钢索意外断裂 老朴当场掉下去摔断腿 后来倒是没被警察抓到 但68公斤的金条也消失不见 波派认为一定是老朴私吞 所以就带着百事和老朴决裂 时间一晃就到了现在 仇人见面缝外眼红 百事故意找上门说要叙旧 趁机偷走老朴包里的销赃渠道 现在只要再把钻石搞到手 就可以撇开老朴 多分一大笔钱 但那都是昔日恩怨 现在要做的是 大家团结一心 先把钻石头到手 华叔和华沈都有在日本生活的经历 所以他们假扮成一对 从日本来赌场潇洒的夫妇 必须要花钱如流水 打造出富豪人设 稳住来豪赌的Tiffany 给行动组争取时间 安德鲁要负责四处乱转 摸清楚赌场内部结构 耶尼可和小哥就要发挥美色优势 从赌场经理身上复制门禁卡信息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 耶尼可正常散发与生俱来的魅力 但赌场经理竟然只对小哥感兴趣 完全忽视旁边的女神 耶尼可从后边摸到钱包 伪造门禁卡的时候 小哥已经逐渐被迫陷入对方的圈套 这是令人难忘的吃豆腐时光 小哥每每回忆起来 都忍不住腹中冲动 想偷到钻石 光靠技术还不行 最好能把枪带进去 安德鲁收买了后厨一个送饭的老大爷 成功把枪带进安保严密的赌场 一切准备就绪 就差开保险柜的技术 这方面朱莉最拿手 毕竟家传技术不用白不用 可惜朱莉父亲虽是大贼 朱莉自己却是香港警队督查 为了这次的大案 所有警队同僚一起研究 如何开保险柜 当下流行的保险柜前面有一层玻璃 如果从前面打钻头 确实可以打断锁扣 但同时也会打破玻璃 一旦玻璃破裂 钢丝绳就会立刻锁上锁环 保险柜就再也没办法正常打开 混得好不好 有时取决于会不会说话 距离正式行动 还有最后一天准备时间 华叔和华神预定一间豪华套房 燕尼可需要从房间 从下至上进入T腐尼房间 至于如何躲开监视器 就需要老朴在赌场里 假装和波派打架 监控室自然会放大赌场画面 从而忽略电梯和走廊的情况 届时小哥就可以推着小推车上楼 把所有需要的装备提前藏好 所以华叔和华神必须尽全力 把T腐尼留在堵桌前 就算这样也只有十分钟时间 一旦开始行动 警察会立刻赶到现场 到时候偷到偷不到都要走 由于之前老朴在赌场赢下巨额资金 已经被拉进黑名单 只能在赌场外面等其他人 澳门的夜色迷人 大楼外墙悬挂的耶尼克更迷人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只靠两条缸锁就赶往上爬 到30楼立刻切割玻璃准备进入 剩下的人则负责武力占领控制室 全部没用 手提电话对过机拿出来 最重要先拉断电闸 靠着断电的短短几十秒 打开装有电子锁的房门 直到现在金库保安还以为 贼人们的目标是金库 根本没想到太阳之类即将失窃 现在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百事和朱莉一人负责一个柜子 先打开一个孔 再放进探头 找到钢丝绳的位置 再用备用钢丝绳挂上去 这样就可以避免玻璃打碎后 锁扣锁死 眼看太阳之类就要到手 但华叔好像有其他想法 他本就擅长直接名抢 之前也和红爷打过交道 而且当时眼看着自己的同伴 被红爷一枪爆头 所以他总觉得 偷红爷的东西不是正事 干脆另辟蹊径 放弃太阳之类 在赌场里抢到多少算多少 然后带着花神远走高飞 才算最安全的路 在保险柜前的盗贼们 显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有备用钢丝绳在 玻璃打碎后果然没被锁死 现在继续用电钻破锁就可以 可是保险柜打开那一刻 里面只有几罗钞票 另一个保险柜里 更是连钞票都没有 他们上当了 全都上了老朴的当 真正的太阳之类 就在金库里藏着 而且已经被伪装成 送餐大爷的老朴偷偷取书 谁都没发现饭碗里藏有钻石 钻石到手 老朴顺便给众人发去短信 声称自己要独自去见红爷 顺便祝大家好运 冒这么大风险 到头来竟然是为他人做嫁衣 最专业的团伙 已经面临风崩离析 覆灭结局就在眼前 众人各自逃命 耶尼可穿上服务员的旗袍 想混过去 半路就被保安拦下 他听不懂中文 也不会说中文 怪异的样子引起保安注意 付出意外 是要被送进警局的 已经顺利脱身的小哥 一直都喜欢耶尼可 为了爱人 小哥决定牺牲自己 小哥吸引火力 把安全留给女神 可惜少男情怀总是失 当他被扑倒在地的那一刻 心里依然是甜蜜 最击凌的几个人 已经折戟沉沙 剩下的贼人 全都没能逃脱 除了本就是警察的朱利 郭派 安德鲁 百事 全都被警方带走 闯到地下停车场的华叔 本是想和花神 双宿双飞的 可惜包围过来的警察 越来越多 只能选择硬拼 和警方发生武力冲突的 一般都没有好下场 华叔虽然最后还是带着花神逃出赌场 但自己已经腹部重担 没能坚持到最后 好梦游来最异性 苦命鸳鸯 生死浑潇 再也没能看到那天的夕阳红 另一边的波派 安德鲁和百事 正被押往警局 大贼往往不甘心落败 再加上警方的大义 只安排两个警员押运 被波派和安德鲁找到机会反击 解开手铐就要逃走 结果车子失控 直接冲进水里 波派和安德鲁趁机开溜 两名警员只顾着追逃跑的犯人 忘记还有个女贼被手铐靠在里面 整部车子落进水里 四周连个救命的人都没有 百事挣扎许久 只能选择放弃 恍惚中好像看到 化妆成老大爷的老朴是一元首 等百事再醒来时 已经躺在泳池旁晒太阳 手上还多了一把钥匙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在哪 后来还是接上一个小孩子 递过来张纸条 是波派传来的消息 要百事到码头见面 死的死 抓的抓 中韩联手专业团伙 竟然被算计 最后就只剩这几个残兵败将 此时的老朴一心卖钻石 他要从红颜那里赚一大笔 约定三天后到釜山交易 残兵败将当然不会顺了老朴的意 要报复就要先找到线索 现在唯一能抓到的 就是声称替负你妹妹的女人 记得当时她是坐劳斯莱斯来的 现在看来也是租来的豪车 翻遍全香港的租车公司 也要把她找出来 没多久就打探到租车的地方 正好就是那辆劳斯莱斯 叶妮可牺牲自己的爱表 声称是其他客人遗落在车里的 租车公司不得不检查客人信息 趁这个机会 几人查到那个女人的详细住址 不过屋里已经人去楼空 只剩一包垃圾 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 就算只有垃圾也能找出线索 按照翻出的名片 挨个打电话 知道是哪里就好办 冲进酒店房间 见面就是一圈 这女人根本不是什么贵妇 就是和老朴 有些朋友情意的大骗子 要么继续选择为朋友两肋插刀 要么选择牺牲爱犬做成火工 孰情孰众 女人还是选择了爱犬 电梯已经被故意弄坏 等到老朴下楼去和红爷交易 几人伪装成维修工 立刻开始行动 可是燕妮可和百事进门转一圈 发现屋子里除了烟味 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根本没在这里住过一样 这时百事想到一件事 还在澳门时 听老朴说起过 要什么两间房 猛然意识到 会不会隔壁 才是老朴真正的藏身地 悄悄溜进去 果然发现判断正确 但同时也在耳麦里 听到自己的名字 百事是老朴最心爱的女人 其实当年是播派 故意剪断钢索 老朴纯属被坑 而且老朴刚开始也以为是意外 当时有警察追捕 只能先带着金条跑路 在下水道躲了整整15天 等风头过去 再回来找组织的时候 看到亲爱的百事 在和小弟波派热吻 他知道是波派剪断的钢丝 事已至此 为了不让心爱的女人伤心 就没在追究 听到这一切的百事 终于明白老朴的心意 就算已经看到太阳之类藏在房顶 还是决定放弃 摸的不是屁股 是口袋里的假钻石 耶尼可知道 百事也定做过一个假钻石 拿走假货 准备以假乱针 百事虽然向老朴表示歉意 但剩下的波派和耶尼可 绝对不会放弃 就算冒险从屋子外面爬 也要爬进去 看到钻石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不好了 真钻石拿走 再把刚摸来的假钻石放进去 而且现在耶尼可身上 还有一个自己定做的假钻石 进可攻退可守 当老朴和红爷准备交易的时候 警方也已经全副武装 准备实施抓捕 红爷记不得当年的事 老朴可是死都不会忘 当年老朴父亲和华叔 就坐在红爷对面交易 红爷一枪打死老朴父亲 拿走太阳之类 老朴藏在床底下才躲过一劫 他苦心经营这么多年 赚钱是次要的 替付报酬才是最终目的 一枪都没打中 老朴早就顺着窗户跑了 枪声反而把警察迎来 但是红爷的手下比警察还要狠 手下为掩护红爷撤退和警方血拼 大楼里已经乱成一锅粥 老朴还是那个身轻如燕的钢索天才老朴 两个杀手都打不中 被老朴成功逃脱 枪声越来越近 波派好说歹说 让耶尼可把钻石扔下去 但鉴于之前波派的种种劣迹 耶尼可不敢完全相信 虽然把袋子扔下去 虽然里面装有钻石 甚至虽然波派已经逃出警方包围圈 只需要甩了安德鲁就能独吞钻石 但他千算万算 没想到自己也被耍了 过马路时被车撞翻 钻石滚落在地 眼看钻石被碾碎 他才发觉不对 真正的钻石是不会这么轻易碎的 这就是个假货 真正的钻石还在耶尼可手里 但要逃出警方包围圈 还得动动脑子 耶尼可再次用美人计门混过关 反正水管已经被打烂 干脆洗个冷水澡 警方冲上楼就开始飙息 警察小哥哥对裹着浴巾的小姐姐相当温柔 甚至还贴心的把自己的衣服给耶尼可穿 完全没想到 价值连成的钻石就在这个女人身上 本该高兴的时候 耶尼可突然想到花婶和小哥 一个已经离开人世 一个被抓生死未卜 一时有些不知该哭还是该笑 女神重新收拾心情出发 老朴此时也已经逃出警方包围圈 准备坐船离开 他在大厅看到摆事时 想带爱人一起走 红爷的突然出现 让老朴立刻藏力身形 本想就此斩断成员 可当追踪而来的朱莉用枪指着摆事时 老朴终于决定牺牲自己 有大鱼出现 朱莉立刻放弃小鱼 连开两枪当场射到红爷 射下圈套本就是为了抓红爷 也就没再注意老朴和百事 等百事回到那个秘密基地 烧完曾经的护照时 突然想起 手上由老朴交给自己的钥匙 用这把钥匙打开从未打开过的后备箱 所有金条好端端的放在那里 不过相比这些金条 还是钻石更耀眼 叶尼可在香港卖钻石的消息 在道上传得沸沸扬扬 百事想给老朴一个交代 立刻动身到香港 半路上还碰到了老熟人 富二代李馆长竟然也在这里 而且色迷心窍的李馆长 还想用超能力泡妹子 正好能用这小子去拿捏叶尼可 嘴上叫着亲爱欧尼 心里骂着超级婊子 叶尼可想要可靠的销赃门路 答应事成之后 分给百事三成利润 但是一个月总统套房的房费 要百事出钱 这些都好说 当百事招呼出李馆长时 叶尼可心理防线全面崩溃 年轻人还是太毛躁 价值连城的钻石不随身带着 结局只能是被人偷走 百事本来还想和叶尼可 一起卖掉钻石 但老朴已经打来电话 不但结清了叶尼可的房租 顺便还把钻石拿到手 十几个大道忙前忙后 最终还是没能算计过 心思最深沉的老朴 十一个主角的群像系 很难分清主次 若是真要分个高低 还是按颜值最好 女神全志贤 理所应当排第一 之所以是女神 除了颜值还有演技 最后拿到钻石 独坐警车的那一瞬间 又哭又笑 又悲又喜的感觉 极难拿捏 单单是那一个片段 足以让全女神傲视群雄 但导演和编剧 没把最佳结局奖 颁给全女神 斗智斗勇 好容易才把钻石拿到手 最后还是为他人做嫁衣 连跟金条都没能揣兜里 狠心老朴如此对待全女神 心里怎么过意的去